结个婚好过年 现在呢很多人呢 这结婚一定会拍婚纱照 带你来瞧瞧他们怎么做到的 竹科这对新婚的夫妻 为了一人一国的婚纱梦 两个人呢自备哦 婚纱道具 靠着一台单眼相机 两个人出国自助旅行 顺便自己拍婚纱 结果派出来的 比专业的还漂亮 到底怎么做到的 一块来看看 蓝天碧海一国风景 让这任新人脸上笑得好甜蜜 有得走浪漫 有得走可爱风 每一张都别具特色 不过这些外国取景的漂亮婚纱 可都是笑两口自个儿 一手包办 从取景到准备服装 除了基本的婚纱外 休闲服和革服也全入境 另外两个人一路从希腊的圣托里尼 意大利彩色到圣马克广场 还有到日本京都 以及台湾的墾丁 所有婚纱照全靠一台 单眼相机 在竹科工作的邱先生 为了原异国婚纱梦 带着老婆花一年的时间 自助旅行三个国家 自拍美丽婚纱 也让他们省下不少婚纱经费 通常我们会在台湾这边 带自己的摄影师过去 那现场我们会邀请他们当地的化妆师 还有造型师陪同 那这样总共的费用大概是控制在15万左右 以出国拍婚纱来算 三个国家就起码要价120万 加上墾丁8万块 所有行程最少要花上128万 不过邱先生夫妻两次被服装和自拍 三个国家大约只花了40万 不仅省下化妆师摄影师 更替两个人舍下了近百万元 两千多张照片中只挑了其中50张美照 自拍婚纱不仅让夫妻俩的婚纱 变成了旅游记录 也替两个人省下了大把钞票 这边新闻台北综合报道